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贝兰欢迎来到民主主义县 那么现在北约峰会呢正在召开当中 大家也都知道北约峰会呢主要就是敌对中国和俄罗斯的 那么发生了两件事情 展示了中国跟俄罗斯 不畏北约的决心 第一个 因政客声称不会拢冷港警搜查罗贯聪寓寓 我识管回应 那么大家都知道前不久啊 中国呢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下达对八名港独分子的全球红色通缉令 在香港的四人呢已经被逮捕了 那么还有两人包括罗贯聪在英国 还有两人就是在澳大利亚的 在昂萨跌国寻求庇护 这些贵族铁奴叛国者叛徒 他们必须被绳之以法 必须把他们统统关起来 那么这个就是在北约峰会召开期间 这边去搜查罗贯聪的家里 把他父母和他哥哥都关起来 给他们施加压力 你罗贯聪不是在外面躲吗 你这个时候就看看他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其实对比美英在香港策划黑豹 那么下三滥 这算客气的 所以说你英国抗议 你英国抗议你妈 你他妈算老几了 对不对 说句实在话 北约就他妈是个黑帮组织 是美国帮会组织 组织架构类似于 这个意大利黑手党 以国际为名 打的国际为名 行他妈黑帮之时 所以说中国这次做这个事 还有就是说 乌克兰在那边打几眼了 现在对扎布罗勒在放极树炸弹 那俄罗斯就等了你放极树炸弹 因为俄罗斯有更猛 更可怕的极树炸弹 俄罗斯他也说了 我们将对等回应 我感觉乌克兰死期也到了 7月11日 英方有关政客批评香港警方 突击搜查流亡英国的民主人士 罗冠冲在港寓所 声称英方不会拢忍中方行为 将捍卫言论自由权 你对此有何评论 事关发言人 英方官员上述言论 颠倒黑白到达一耙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法治 中方坚决反对 香港是法治社会 香港警方依法般无可指宰 不容英方干涉 香港早已回归中国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我们对出英方 平时干涉香港法治 干涉中国内政的恶劣行径 所以我也说过了 今天昂萨 尤其是英国 傻屁兮兮的来管香港的事 那中国一定会管 爱尔兰独立的事情 北爱尔兰独立的事情 一定会管苏格兰独立的事情 一定想方设计设法 让北伦敦地区和北英格兰地区 全他妈独立出去 所以不要跟中国搞这一套 你北约也好 你英美在这里面 昨天 拜登和英皇 那个窝囊废 当了一辈子窝囊废的查尔斯三世 国王 咱们的king 对于罗格兰来讲 他是我们的king 以前是king 今天是king 然后呢 这个两个老头 在讨论 几十亿 全球年轻人的未来 有人这次就评论说 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两个脏老头 一个窝囊废老头 和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老头 吃呆的老头 在一起讨论 全球几十亿年轻人的未来 你不觉得这是什么扯淡吗 对不对 人家这个拜登的同事 手下也说 说拜登这个人 最近怎么变得越来越暴躁了 他本来就是个暴躁的人 非常鸡贼 非常暴躁 今天拜登 为什么会如此的暴躁 我说过当年 你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 被他们轰炸 最灰祸首就是谁 拜登 他当时又是口诗式的 又是在那边激动的 在国会开这个听论会 一定要去打这个南斯拉夫 而且他动不动 喜欢用贱民这个词 就说明美国什么犹太们 啊 这个 查德里昂萨 是他们真实存在的这套阶级制度 不然的话 他最终天天冒出来 这个 这个贱民干什么 啊 说明这个家伙 这个老贼啊 他就是一个啊 阶级观点非常强的人 所以这种 就是拜登的价值观 就是这个世界要化为美丽新世界 他们这一层是阿尔法 中国是什么 是欧米嘎 啊 我们他妈都是贱民 所以这种 世界观是极其邪恶的 这种邪恶的世界观 必须我们要同恶性而战 削弱他们 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正义视野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确 那我们既然是正义视野 像香港的这些叛国者 这些小贼们 我们必须要整顿他们 必须要让他们难过 你罗冠冲现在在欧洲住的 他妈 啊 那种破旅馆 叫你去发言 对吧 这些事儿 中国内地啊 像乌尔开西啊 王丹他们 都是走过这种路的 啊 你小子不就是去接绑吗 对不对 啊 你接绑 你以为有那么开心 啊 现在很客气 只是对你家里能施加压力 还没对你本人施加压力呢 啊 对吧 在境外做一些事情 更加方便了 对不对 你那些昂萨国他妈的 黑帮多了要死 啊 像干点什么 啊 还是挺方便的 啊 现在就是给你爹妈 给你哥施加压力 啊 把他们给那个过去传唤了 啊 对不对 你唯一只有一条正道 你是带个霸的 所以为什么黄之锋是领袖 黄之锋是你们港独的领袖 为什么 这小子他不跑 他就被关关在铁笼子里面 黎之锋也不跑嘛 当然他们他们的不跑也是有客观因素在的 那么也跑不掉 对吧 但是他们也可以跑 对吧 啊 但是你罗冠冲小子跑出去了 所以你不是领袖 别现在搞得像港独领袖兮兮的 你啥也不是 知道吧 小鸡仔 啊 你这种小子 放在老兵来养手里面 啊 我有 我有十几种方式 能让你很不舒服 啊 就你这样的小鸡仔 还想跟 啊 通过暴力起家的中共去对抗 啊 得了吧 神神吧 啊 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大积木 啊 懂吗 所以说你有的要苦了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但是呢 啊 你只要你一天不回香港 回香港 啊 该五年五年 该十年十年 但是你在海外啊 你别以为好像有什么自由 其实你也不敢乱乱跑乱走 天天妈比也是提心吊胆的 啊 窗户他妈稍微有下动动静 门外有些动静 他妈比就下了半死 你就跟那些他妈的逼杀了人 东躲西藏的那些他妈逃犯 是一模一样的 啊 跟中国的公安部AB级逃犯 是一个屌样的性质 啊 你良心上也会觉得不安的 知道不 啊 为什么会良心上觉得不安 你他妈的逼还在那边说 说的他妈的啊 广东娃啊 还在那个地方吃的他妈的逼的中餐 啊 但是但是你的 啊 去投靠你的那些坠率者们 他们在英国饿肚皮 饿死了 啊 活活的自饿死 自杀了 啊 那你呢 你小子在吃香的喝辣的 啊 在享受 啊 在抛头露面 啊 在当座上宾 对吧 那些小鼻嘎子呢 他们他们在干嘛 啊 他们在他妈那个逼受煎熬 连英国连他妈的一个游行都不给你们 你们他妈逼在那个教会里面开 港独会 都 港教会都不让你们开 为什么不让你们开 中共对英国没有影响力吗 啊 还有就是这个英国啊 就别 就别他妈唧唧歪歪了 早就已经 1997年 查尔斯王储和布莱尔首相 从香港坐船滚蛋的那一刻起 赤煞风云 两三百年的大布莲天级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简称为大英王国 已经他妈的逼的随波逐流了 已经就是 就是不用存在 那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东方猛龙将崛起 啊 将伟大复兴 你们的时代呢 已经滚蛋了 就是美国在街坊 啊 所以别老是对香港 咫尺点点的 你英国不够格 知道吧 今天我们要无统台湾 或者我们在 我们怎么样 你怎么派那些屌气八军舰过来 照样打你 没商量 就跟当年 国共内战 要渡江了 啊 渡长江了 妈个逼的派个紫石英号 往他妈长江一横 对吧 妈他妈的个逼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共军直接就说 开火 干他嘛 直接就打 二话都不都不说的 就干他了 怎么的吗 美国在中 在朝鲜战争上 我们不是这样 把他给赶趴了 啊 这是打了个平手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把美军赶回三八线 这就是一个啊 战 战略上的胜利 在越南 美国也是一坨石 对吧 到全世界大家都看到 美国的西贡大撤退 是怎么撤退的 啊 那他妈直升飞机 连航母加满头 上不去直接就坠海了 那个画面啊 很经典 在阿富汗 美国是怎么溃逃的 啊 中国支持塔利班 美国就 搞被他妈大溃逃了 啊 所以说 今天北约想要来 跟中国来搞 跟中国来怒 我觉得这他妈的是 无稽之谈 啊 所以说我们再来看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延长针对香港的紧急状态 拜登表示 2020年7月14日 根据第13936号行政命令 总统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宣布国家金融紧急状态 因为香港局势对美国国家安全 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的异常和特殊的威胁 他声称 香港局势包括中国内地经济采取的 从根本上破坏香港自治的行动 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异常和特殊的威胁 因此 2020年7月14日 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 必须在2023年7月14日之后 继续有效 因此 根据国家紧急状态法 我将第13936号行政命令中 宣布的针对香港局势的紧急状态 延长一年 19年 在香港发生修理覆没以来 美国以维护香港所谓民主扔权为借口 干预香港事务 实施大量涉港制裁 看到没有 美国就 这就是美国的这个 对吧 老兵讲了嘛 一人在中国大陆杀他妈也不行 这边他肯定要有报复措施的 延长香港的紧急状态 香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了 香港怎么叫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了 这个我有点听不懂啊 所以他们找到这个理由 还有这个啊 美国国务院声称 顿住中国成冷南海仲裁案裁决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当年时间7月11日发表声明称 相关裁决对菲律宾和中国具有法律约束力 16年7月12日 海亚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 做出最终裁决 判菲律宾胜诉 并否定了中国主创的九段线 全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 什么叫他妈的法律约束力 你他妈比海牙 海牙在哪里啊 在他妈狗日的荷兰 在狗日的荷兰 海牙 西方的法庭 北约的法庭 搞一个南海仲裁案 要让我们去旅行 我放你个驴儿屁 你美国今天再去搞 我说说实在话 美国今天再说香港事 再管南海事 只会让我们觉得丢 让我们觉得他们很丢脸 因为他们弄 没对我们毫无办法 只能够去搞这些逼事 炒冷饭 哎 冷饭使劲炒 你没新鲜的玩意儿 啊 所以说这让我觉得 特别low逼 知道不 啊 我非常瞧不起这种 这种事 乌克兰武装部队 用极数弹 袭击扎布罗勒州 托克马 托克马克市 乌克兰军用 军 乌克兰军人使用极数炸弹 袭击扎布罗勒州 消息称 1715分 几乎正常的武装分子 袭击了托克马克市 据初步信息显示 敌人使用的极数弹 炮弹落在了 勤产品加工厂和出城 向瓦西里耶夫卡方向的地方 正在确认受损情况 和收藏留意的信息 啊 那么俄罗斯国防部长 说得很明确 俄方用腾桶等武器 以牙还牙 俄方官员当时 实践11日称 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极数弹药 对扎布罗勒地区进行打击 当天早一时候 俄罗斯国防部长 烧一股仪警告 俄方或使用同等武器 以牙还牙 呃 这个 烧一股说啊 应该指出的是 俄罗斯确实拥有极数弹药 适用于所有场合 他们比美国的极数弹药更有效 其范围更广 种类更多 啊 所以说 你要去开这个头 好呀 就奉陪你了 啊 小八子 啊 然后这个 中国驻欧盟史团 确实二的消息 驻欧盟史团发言人就 北约峰回设法内容 登 答记者问 任何损害中方震荡权益的行为 都将遭到坚决回击 坚决反对 北约东进亚太 啊 所以说北京也 也很明确 做好准备 你日本 韩国 菲律宾都加入北 都他妈去加入北约 啊 你北约反复强调你是一个和啊 威慑联盟 对吧 啊 那不好意思 你把这里局势给搞搞高了啊 北京要知道解放军两百多万 现役部队 呃 是全时代战 谁是能战的啊 没事 你们去推高局势啊 使劲推高 最后都是他们让那个鼻子搬你之后砸自己的脚啊 谢谢各位支持 请不吝点赞